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C大叔 這間針鮮大腸鵝仔麵線 他們的麵線很特別,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地址在台北市南昌路二端145號 可以看到他們的品項 最特別的是有一個鳥蛋麵線 這個在台北市我是沒有吃過這種口味 那店內的位置大概可以做個... 應該20個人OK 你好 那請問您可以介紹一下這邊特別的料是怎麼樣嗎 您剛說那個... 西種、大腸、豬肚、褐雜、花枝、魷魚、鰻蟲跟石肉分 可以選到五種料 因為你七種的話,綁下去根本才是料的 好,那我想要那個綜合的 就是您說那種可以放到五種料的 那您要什麼料 那您幫我配好了,因為我第一次來 但是我...大的 那這邊料就都在這邊 那最特別的是有這個鳥蛋 你看喔 那您剛提到說鳥蛋就是從台中上來的口味 呃...不是 最早發覺地有做的是台中 台中 這樣 那應該就是手工紅麵線加上那個柴魚片湯底 裡面的甜 不帶方便 好,okok 好,沒關係 哈哈哈哈 這個口味蠻特別的啦 所以來特別來造訪看看這樣 哪套 之外 好... 我不要適合 很難打開 那麼我把椅子都放進去 那麼馬桃 那個脆 都放進去 然後呢 把它放進去 底面 所以這個口味蠻一樣 一般蠻阿都是用冬式 是喔 很開心你就先做 因為我不知道照一照,老闆會不會不高興 喔,應該是不會吧 因為就是要報導你們這個特殊麵線的口味 對 製作過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內用的Menu就是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 我點的就是綜合的 原來是自己勾啦 我剛是請店員幫我配這樣 現在這個麵線就好了 原則上大碗就是一個大碗公的份量 還是比一下好了 蠻大份的喔 那我剛那樣吃我不曉得 會不會太多 總之配料很豐富 這個是 應該是花枝 花枝、魷魚跟這個很特別的鳥蛋 然後鵝啊、大腸 跟豬肚 轉一圈 不過加鳥蛋是我目前沒有看過的口味喔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先從這個很特別的鵝鵝蛋開始吃吃看喔 先從這個很特別的鵝鵝蛋開始吃吃看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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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滷過的喔 小顆小顆的 然後味道蠻夠的 然後這個不方便說的湯頭喝喝看喔 然後這個不方便說的湯頭喝喝看喔 嗯... 應該是這個 柴魚片加這個中藥湯底吧 可能是某種中藥湯底煮的湯頭 味道還不錯 然後這一定是手工麵線喔 看起來好像蠻軟爛的喔 嗯 嗯... 嗯... 麵線很軟很軟喔 差不多小孩子都可以吃這樣 那就看你喜不喜歡這種口味喔 嗯... 稍微比較軟爛一點 但是它配料的話是很豐富喔 這個是豬肚吧 欸不對 剛剛那是大腸 好 那蚵仔 有一點小 欸 標準的是應該這一個 這一個看起來就算有點 比較看得到喔 嗯... 配料很豐富啦 算是很新奇的口味 在北部比較少見的口味 鳥蛋還不錯吃喔 嗯... 花汁 甘甜甘甜的喔 然後這魷魚 魷魚就是一般魷魚的口味啦 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就鳥蛋跟這個豬肚喔 是比較特別的口味 然後湯頭的話 沒有加黑醋喔 就是有一點酸酸的這樣 這麵線我是覺得有點太軟爛了喔 但是配料 蠻新鮮的喔 個人覺得 如果你想要吃比較新奇的口味的話 就是 鳥蛋然後配這個豬肚 然後還有 大腸喔 應該這樣子這口味就是 最好吃 可是麵線真的有點那個喔 太軟了 好 那個分數我要給他 80分 主要是新奇啦 麵線 我不太喜歡這麼軟 然後還蠻大份的啊 CP值還蠻不錯的 它這個辣椒醬好像是新鮮的朝天椒喔 所以加下去之後 嗯 湯頭變得比較美味喔 好總之這個辣椒醬加下去之後 這個湯頭就變得比較美味喔 那現在分數我重新再評一次 那我給他85分 口味好多了喔 但是不要加太多 但也太辣了 好最後這是這一間店的名片喔 針鮮 然後 內用的Menu可以自己配一下配料喔 好地址在這邊喔 又來了 是這麼小要死啊 我怎麼看得到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端 145號一樓 原則上的話 這邊的麵線就是 口味蠻特別的喔 有鳥蛋那種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好掰掰 放水